哈囉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介紹這款車是賓式的 它是E-Class的 但是是一個Wagon車款 它的代號是S212 那S212它的懸吊系統跟四門的Sedden車款 後方的懸吊是不一樣的 Wagon的車款它的後方一律是氣壓式的懸吊系統 那它的氣壓式的懸吊呢 這個賓式的它的氣囊結構有一個固定的壽命 當壽命到了之後 也許有可能隔天啊 停車停到隔天它的車尾巴已經下沉了 那就代表它的氣囊有已經損壞 或者是它整個氣壓的一個回路裡面有損壞 就會有一個漏氣的狀況 那它的壽命其實正常來說並沒有很長 那如果車友們有需要把它換成一個彈簧的話 KT其實有做這樣的設計跟結構 可以把後方氣壓的一個懸吊系統 更改成彈簧式的 那我們現在來做一個介紹 這是它原廠的氣壓系統 這個是一個外罩啦 其實它漏氣的話都是漏在裡面 這個是原來的狀況 那改成彈簧式的話 它一樣是可以做一個高低的調整 它變成是上方跟下方個別有一個調整機構 再加上直捲彈簧 就變成可以改成一個彈簧式的一個結構 那這裡的話 KT有開發了一個專用的橡皮 給這台車來使用 我們先來看一下它的密合度是如何 這個是要放在上方的 它就砍入原來氣囊的一個基座砍進去就好了 這個是上方 那下方的話呢 它的下方是一個基座 是一個平整的基座 所以我們一樣放到下方 就能夠讓它做一個平整 那組合起來的話 就變成是上方跟下方都有一個調整機構 然後再配上一個彈簧 手都卡住了 這樣拍得到 就這樣子 所以這個就是改成一個彈簧式的一個機構 OK